大家好 我是善桂 歡迎來到素食好煮意 我今天煮蕃茄雜菜湯 我今天煮的蕃茄雜菜湯 材料就是有蕃茄 南瓜 椰菜 西芹 紅蘿蔔 蕃薯 通常大家煮蕃茄湯都是用薯仔 我這次就是用蕃薯 還有腰果 我拿腰果去洗一下 還有浸一會兒 紅蘿蔔 番薯 南瓜 全部去皮切粒 椰菜也是切開 如果是吃不到這麼多 就撕幾塊葉出來切碎 剝西芹已經拿去洗乾淨 剝西芹 這些筋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我在非常雞手鴨腳的情況下 就把西芹去掉筋了 就可以將它們切成粒粒 錄一下蕃茄 將蕃茄去皮 其實不去皮都可以 因為我今次想將蕃茄 做到好像蕃茄蓉 所以就去皮了 蕃茄攤凍了去皮之後 就剪開或者切開它 用碗裝著來剪 就不怕蕃茄汁流到四處都是 也不會浪費了蕃茄汁 我今天煮的蕃茄雜菜湯 除了蔬菜之外 還會用到這些香料 這一塊是香葉 這一支是肉桂 這四粒是丁香 下面這些是甜茴香籽 我這瓶香葉 就是在超級市場買的 買回來之後幾乎好像沒有用過 今天就拿它來煮蕃茄雜菜湯 這一瓶小茴香 我就是在一間凍肉店找到的 雖然我是吃素 但是我都會走進凍肉店裡 有時候會有驚喜 有些東西適合我們用的 這一個英文我不敢讀 我怕發音錯誤 這一個是甜茴香籽 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孜然來的 我們今次是用這隻甜茴香籽 甜茴香籽的味道是清一點的 孜然的味道是重一點的 甜茴香是有幫助消化 預防便秘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這包肉桂 是在賣東南亞食品的店舖買到的 比起我們在雜貨店見到的 滷水料用的桂皮 就是薄身很多的 因為我很少用這些香料 哪種美麗 我就不懂分別了 如果有朋友對香料熟識 留言告訴我哪一種肉桂是美麗的 肉桂是可以促進腸胃 預防便秘的 我這些丁香是在藥材店買的 因為我在雜貨店 或者東南亞食品的店舖 都找不到丁香 那就只好去藥材店買了 丁香也是有幫助消化的功效 還可以去除口氣 因為香料熟完之後 都還是有點硬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好像跟我一樣 沒什麼牙力的長者 在喝湯的時候 吃到一些硬的香料 就不太好 我待會爆完它們之後 就會進入茶葉袋來熬湯 這塊香葉 和肉桂這麼大塊 就可以熬完湯 選出來 不入袋也可以 我用爆鍋來爆一爆 已經是清洗乾淨的腰果 小火來爆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是聞到腰果的香味了 腰果爆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聞到香味了 我現在就可以把它 放在旁邊的煲湯裡 現在還是一鍋水 未變成腰果 切了一粒 先煲一下腰果 洗乾淨的鑊之後 用小火爆一下香料 現在已經聞到很香味了 香料已經爆了一分多鐘 聞到很香味了 揀開花香葉和肉桂 將丁香和甜蜜香紙 放進茶葉袋裡 為了安全起見 我先關火 需要用小筋來幫忙 終於盛好了 已經是入茶葉袋了 現在可以放在旁邊煲湯裡 加些薑蓉 又是小火爆一下薑蓉 如果不想用薑蓉 切兩片薑也可以 西芹粒粒 紅蘿蔔粒粒 可以開放大火 炒一下它們 我的番薯和南瓜 我就是切得大粒一點 因為我覺得番薯和南瓜容易軟 所以我就是切大粒一點 西芹和紅蘿蔔都爆了 差不多兩分鐘 我現在又可以把它們 炒到旁邊的煲湯裡 西芹、紅蘿蔔和爆過的包香料 都已經放在煲湯裡 煲大概十分鐘 紅蘿蔔和甘筍都煲了十多分鐘 我現在又再炒一下南瓜和紅蘿蔔 炒了兩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把它們 炒到煲湯裡 剛才一揭開煲湯 好香味啊 椰菜都加起來了 加起來了 好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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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